以福索書六章十節開始 我一齊讀 我懷有沒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 作當求的人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蠻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不是與熟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熟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蕩受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暫立得住 所以要暫穩了 用真理當作大指觸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並要在此景勝不決 眾聖徒祈求 好 就到這裏 好了 那麼 我們思想經文和思想應用 首先就是思想神的屬性和恩典 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就是祂的本性 神的本性 即祂的恩典 大家試試看這個經文 我們認識神的屬性就知道祂的本性 祂的能力 我們就不用怕了 我們查經的時候都查祂的本性 查祂的恩典 那這裏有甚麼神的屬性和恩典 那我講到這個語註所書六章第十節開始 我們現在討論完 我們就用一個方法簡單地用這個神聖情 查經法或者講道法去應用這個經文 那首先就是我們知道神的屬性 因為現在時間關我簡短地說而已 首先看經文都看到祂是大能大力的 還有祂是可以抵擋魔鬼的詭計 所以祂有能力和智慧 兩樣一個是能力抵擋祂的詭計 第二 祂有智慧 因為祂有真理 所以那些虛假的詭計是站不住的 祂亦都能夠得性的 祂亦都將這個得性的權幣給我們 祂樂以賜給我們的 祂會幫我們的 祂這個恩典 祂會幫我們的 祂將這些禮物全部賜給我們 我們憑信心就有的了 就可以有這些禮物的 所以呢 我們是可以 放心 信靠祂真的有這個禮物 是真的 是可以觸實神這個應許 可以站得穩的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就處理 對於魔鬼這個勢力的 任何的懼怕都放下 即是在心中 對魔鬼有任何的懼怕 我都不用怕 因為神是賜過這個權兵的 那我們都可以說一下這個 反面例子的 反面例子就被人提醒了 就是真的有些人 他經常都覺得魔鬼很厲害 很厲害 於是他們就會很不夠膽 即是譬如不夠膽和人按手 不夠膽和人趕邪靈 不夠膽去宣教 然後惹了邪靈 即是有些人會這樣的 也經常都怕 我今天發燒 今天吵架 是不是邪靈呢 會有這種懼怕 然後呢 知道這些反面例子 其實這些都是缺乏信心的例子 將魔鬼的勢力誇大了 好了 那我們如何 很重要 這個查經法 或者講道法 很重要 就是講出神的本性 和他的恩典 給我有力量 然後呢 可以有警告的 警告就是說 如果我們被魔鬼留地步 沒有真理 沒有信心 那可以整個人被魔鬼攻陷 那這個是警告的 譬如有些基督徒 他經常都 又不看聖經 又不思想聖經 所以聖經很多英訊都不相信 都不明白 都不相信 都不會在捉緊的 即是不會說 神已經給我權兵了 我是得性的 我是靠耶穌一定得性的 他沒有這種信心 他心裏面仍是害怕的 那或者他們根本沒有信心 覺得神都是虧待他 神都是不記得他的 神都是經常失憶的 又不關心我 我用這些例子 讓人深不深掌解 失憶又沒有關心 又聋的 又聽不到我們祈禱 又沒有能力的 又睡了覺的 這些 即是有些人真的以為 神啊 我要很大聲叫你 你才會回應我 那這些都是缺乏信心 那些說話 有些是用過 喚醒人的方法 即不是真是神佔了覺 他是以為的 他以為 好了 那如何 那如何呢 我就覺得總是用恩典 你就更加鞏固 怎樣恩典呢 你看我們看那些經文了 首先 他是剛強壯膽 他沒有能力 所以他可以給全軍裝 是有能力的 即是好像那些 我們有時候可以用一些例子 一些世界上的例子 一些人容易明白 譬如有些 一些非天俠 那些故事 那些超人 有時候 我見過有些 蝙蝠俠 我小時候看過 蝙蝠俠 他就一 現在入 現在那些就不同 他進去那個 電話一停 他就一轉身 就換了一套衣服 他就很有能力了 那我們 我們就 神給我這個軍裝 我觸實每一個部分 我就有能力 即是我們真的好像 那個超人 一穿著的衣服 立即有能力 那我們就可以有這個能力 那這裡講到他有什麼能力呢 那第一 就是 甚至在磨爛的日子 世界多敗壞都好 都 我們都站到暈了 那真理 那我們 神的真理 是 確定的 他答應我們 愛神 我就為你預備眼睛未曾 看見二當未曾 聽見人生未曾想到的 他很多禮物 預備了 真理 我們就是 我們是寶貴 我們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軍宣的祭司 是聖技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是非常之尊貴的 那我觸實這個真理 還有呢 魔鬼已經在神的腳下 神已經賜給我權兵 前立成帝子 即是講了恩典先 於是我不怕 於是我堅定 用律法的講法 到最後講的 你要倚靠神 你就有力了 那你要 但是講恩典呢 神怎麼做了什麼 所以我們有信心 我用回人的說話形容 譬如像這樣 你要信 你爸爸會來接你的 你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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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說 爸爸每天都接你的 他關心你的 你看他多關心你 你一聽到你的問題 他多關心你 所以他一定會來的 這樣呢 就講了 他爸爸做的好事 來鼓勵他 就不是 你要信 你不要哭了 你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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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 你要來推動人 這樣就變了 有一種壓力 還有呢 就會覺得很難做得到 因為 沒有恩典是很難做得到的 但你要日祈禱 你不要擔心 不要憂慮 對呀 經常都要 但是又擔心 你要擔心 你不要怕 不要怕 這樣 只是 令到他覺得 我做不到 你說的我做不到 但如果這樣說 你看耶穌說成不容易 耶穌已經勝過 所以當你從耶穌有關係 他和你一起居住的時候 他就加力給你的 他就會陪你一起 他的能力救你用 他會推動你的 他會改變你的 就是總是說神做什麼 那人呢 就會有信心 你可以這樣說 你有沒有留意 聖靈在感動你呀 他在帶領你呀 就是他在幫你呀 他在做好事呀 那他在做事 所以我就知道 他一定會成就他的工作 他是創始成終的神 是吧 那大家試試多些 用這種恩典的方法 和自己說話 好了 跟著 這個 這個 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因為打仗的時候 尤其是古代啦 那些槍啦 或者那些劫子 刺了你的心就死了 這樣 但是呢 我們有這個公義 這個公義呢 就是耶穌的義婆 因為耶穌已經成就一切的義了 那麼呢 他的義在我們身上 所以魔鬼不能夠攻擊 不能夠控訴 因為神已經稱我為義了 耶穌的義婆在我身上 我在神眼中 好似耶穌那麼美麗 所以我是非常之美麗 我是非常之尊貴的 那麼就有這個真理 保護著我們 這個公義啦 那麼我也都行 基督徒所 聖徒所行的義喔 就是 我去愛神 愛人 我有這個公義呢 我不是肯行在罪中 因為行在罪中 就會個人污位了 那麼神就喜悅了 當我們一做事的時候 神就喜悅了 所以神改變我們 賜我們力量 陪伴我們 當我們一遵從 神的恩典 就更加強在我們身上 更加幫助我們 好了 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那麼耶穌已經救世人 已經為世人的罪而死了 我們已經有這個福音 這個是可以改變人 拯救人 生命的福音來的 當我們時時帶著這個福音 時時我們行走 都在福音裡面行走的時候 我們的話語 就能夠拯救人 能夠改變人 這個福音呢 是我們一生可以相信的 是一個禮物來的 白白的禮物 我們一相信呢 這個禮物就來到我們身上了 就是我們總是 講多些神的恩典 和令到人覺得 很好 我用一個人的比喻 有時候我們可以想想人的比喻 好像怎樣呢 福音就好像一個保護罩 保護我們 救外處理魔鬼 和罪惡的控訴 地獄的火 就好像一個什麼呢 免死金牌 或者在戰爭中 你有一個不能夠破壞的鐵甲車 比如說 有一個鐵甲車 耶穌的救恩就是這樣 拯救我們 保護我們的 我們就有這個救恩 保護著我們 拯救我們 當我們有這個救恩的時候 是一個無形的鐵甲車 但魔鬼就控訴不了你 攻擊不了你 就有這個 你一信耶穌 魔鬼想攻擊你 你也攻擊不了 因為你有耶穌的福音保護你 接著下面 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了 惡者一切的火箭 因為呢 這個火箭可以是什麼呢 魔鬼很多時候用 是用控訴 指責 批評 找些人去搞你 這些不同的方法 令我們覺得我們被攻擊了 那信德是什麼呢 信德就是神 神做的令到我有信心 神說我與你同在 我勝過一切魔鬼的權勢 我已經給你這個權勢 那我就捉實了 神願我同在 神在這裡 周圍圍著我 所以他講什麼說話 傷害不了我 即我會解釋 信心的時候 我會解釋 神做了多少好事 所以我一信的時候 就有這個能力了 所以我用信心是什麼呢 就是 定義就是 神應許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已經說了他做的 他真的在做的 所以我就放心了 講多些恩典的話 大家都可以操練一下 多些想 創始成終 由起初神怎麼感動我 神典提醒我 帶領我 感動我 加力給我 當我一做的時候 他又想賜我 他又提升我 又想 又給永恆的想賜給我 就是由頭到尾 由我們信耶穌 他改變 其實是他改變 我們感動我們信主 就像一個新聖情 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我們犯罪 他都接立我們 他又賜給我們恩賜 又給我們能力 就是總是去想 神做了些什麼 神怎麼感動我們 我們就時時有這個 神的應許在我們心中 救恩的頭盔 我們有救恩的時候 我總之信靠耶穌 頭盔 就是很多時候 駕駛電單車 踩單車 那些人戴頭盔 萬一他跌落地下 頭不會傷害 我們救恩 神的救恩 也是一個保護 就是我們有 總之我們依靠耶穌 耶穌為我們死 我依靠耶穌 耶穌是我救主 我就永遠有這個 隱形的頭盔 魔鬼踢不爆的 魔鬼攻擊不到 這個用人的說話來形容 那些人會深刻一些印象 就是有些人害怕 死了 死了 我犯了罪怎麼辦 立刻悔改 耶穌寫免我 耶穌的救恩就保護我了 那我就不用怕 被魔鬼攻擊了 然後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話 哇 神的道 原來是寶劍來的 是聖靈使用的寶劍 那我就 神的話 我多說一些神的話 不是說你要看聖經 不是說你要用聖經 你要念聖經 神的話 有很多應許的 他應許我們怎樣得到永生 應許我們一信耶穌 聖靈運作 聖靈怎樣提醒我們 聖靈賜恩賜給我們 聖靈賜能力給我們 這些全部都是神答應的 所有的禮物給我們 這就是神的 祂的應許 祂是神的話語 所以我們觸實神的話語 我相信 照著聖經的方式去生活 依靠耶穌 我就能夠得勝 並且神的話語 可以是一個兵器 我可以拯救人的靈魂 耶穌真的很疼你 耶穌真的很關心你 用神的話語 聖經說祂關心你 知道你的需要 你一依靠祂 祂就會幫助你 所以神的寶劍 就可以救人的靈魂 可以打贏魔鬼 魔鬼要攻擊 聖經說 魔鬼不能攻擊 我們可以践踏石頭蝶子 然後就是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在此境聖不悅 又為眾聖道祈求 就是靠著聖靈 是聖靈 我們的軟弱 是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 當怎麽樣討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 雪不出來的炭色 替我們討告 即是聖靈感動我們 靠著聖靈 我們為何會做基督徒 為何我們會改變 是因為聖靈內住 聖靈感動我們改變 這一個 我們就靠著聖靈的帶領 不斷地討告 親近神 我們就有力量了 所以這段經文說到 我們如何依靠神的真理 依靠神的公義 平安的福音 有信心 信靠神的恩典 有救恩 有神的話語 聖靈的寶劍 我們什麼的攻擊都不用怕了 這就是從聖經去解聖經 但是有些人 我真的聽過有人 在網上他的講到是這樣的 他說這篇道 只是說你穿上規甲 都沒有說你怎麼打 那你怎麼打呢 現在我教你了 但是很奇怪的 如果保留教我們打 為什麼他不說怎麼打 只是說你穿衣服 因為他以為那個軍裝 就好像那些軍隊 穿衣服 穿了 穿了 你現在開始打了 但是他這個衣服 原來不只是一套衣服 每一樣東西都是兵器來的 有保護和兵器來的 就是他那個神學 因為他不是基於釋經的 他是 因為有一個觀念 因為 靈恩派有一個觀念 就是邪靈的勢力很大 所以他經常都要和邪靈 呼喊來爭戰 他們經常都會說 就是奉耶穌明觀音 邪靈要走 這個地區邪靈要走 宗教靈要走 這個教堂裡面有些宗教靈 你要走你要走 就是 就是總是用這些方法 而聖經是沒有一處經文 是用這些方法的 是用這些方法的 寶羅在 善囊人住院 全福音 又被人抓去坐牢 如果他真的覺得是邪靈 那時候趕肥勒比那個女人 有個 有個侍女 不是在那兒 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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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日日隨便說 就是 保羅最後奉耶穌明 就是鈔靈出來 就抓自己來坐牢 那保羅坐牢的時候 他做什麼呢 他讚美神 讚美神 他不是要說 奉耶穌明 這個 在氏女身上的邪靈 要離開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的邪靈 要走 這個地區 或者是好像這個地區我們爭戰那種討告 因為有些人就相信這種爭戰才有效 他就不是相信這裏所講的內容 就講漏了一些東西 總是覺得 我們就希望大家看聖經 如果保羅是這樣 為什麼會漏了最重要的那樣呢 就不講最重要的方法呢 我們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會靠耶穌站立得穩了 好,我們一起祈禱下求主 賜給我們力量 有聖靈的力量 我們一起祈禱 積住的力量 我們會心想要多一點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要想想要多一點 我們一起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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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